纪录片显示 当时参与731部队人体实验的有日本军人 还有日本医学界的精英 很多军人在战后审判中受到惩罚 但精英医者及其所属名校的责任至今暧昧不清 其中一些人甚至在战后得到学界表彰 节目组试图就此采访东京大学被拒绝 东大方面称其与该部队没有组织关联 纪录片还提到731部队的核心成员在战后并没有受到相应惩罚 这是因为美国以人体试验数据作为交换 免除了他们的罪责 战后 731部队将证据彻底销毁 原部队成员守口如瓶 真相被隐藏 旅日资深媒体人徐静波介绍称 在战败日 也就是日方自称的所谓中战纪念日这一天前后 日本的一些电视台都会制作一些与那一场战争有关的专题片或者电视剧 最近十年来 几乎所有电视台都把主题聚焦太平洋战争 努力强调日本人在这一场战争中如何蒙受苦难 军人们如何为保护日本而血战 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典型的受害者 而NHK此次的专题片 无疑提醒了日本民众 七十多年前 旧日本军在中国屠杀了众多无辜的平民 从网络留言来看 意见是60%以上的日本人是感觉到十分的震惊 没有想到他们的祖先在中国会犯下如此罪恶的这么一个罪行 而且由于中国国内对这五片子的关注 愚人与高度的肯定 NHK他们也有勇气来继续的来播这种反省日本清雷历史的这样的片子 NHK